各位会是大家晚安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战院会式的培育群组 今天是由我们的春美老师 讲前程跟进修的部分 等一下就是在春美老师课后 欢迎大家能够对今天的课程 可以发表你的心得来互相交流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师讲的 对你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我们欢迎你们来回馈 还有把你的心得也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 好时间已经来到八点了 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师 春美老师 春美老师麻烦你了谢谢 好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做祈祷 请化圣号 应付吉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仁慈的天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晚我们将整个身心灵 在你面前敞开及顺服 请你更深入的进入我们的内心 带领我们做更深入的皈依和领受 上主 请接纳我们全部的自由 记忆力 理解力 意志力 及我们享受和所拥有的一切 求你赐予我们在苏道明慧 所有赞愿这段时间 以下的时间 由你的智慧来带领 爱及恩宠 在我们的团体当中 愿主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项计划 都能实现 旨意中寻求成全其圆满 感谢赞美主 喜乐于上主 以上所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神父兄弟 省会长 会省干部 区会长及各位会士们 大家平安 我是村美会区 我是光颜会区的村美 今天要分享前程跟进修这一堂课之前 我想要先朗读一下圣容五十一篇十一到十四节 求你颜面别看我的罪过 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 天主 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 求你不要从 你的面前把我抛弃 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 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极乐 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 我们都知道 在教友的生活基础当中 是前程 进修 和扶传 使徒工作 在我们在俗道明慧的精神与使命 是研读 进修 进观祈祷 宣讲真理 所以我们有祈祷的渴望 我们相信天主临在的名正 我们在基督内活出美好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准备 所以我们先来省思 我与天主的关系如何 我和天主恩宠的配合 我是否充分的能够让天主来掌权 我是否可以被启发 被培育 被教导 及被执政 我有可慕 及渴望吗 我有灵修 服事 祈祷 共荣 及团体的归属感吗 我有巩固 我的信仰吗 我有真正的在聆听和分辨吗 我有祈祷 培育圣德 迈向成圣的道路 真理 和生命吗 我是否常常会问我自己 在哪里 可以找到天主 在一切事上 找到天主 与天主来相遇 如何跟天主相遇 可以从 读圣经中 与主基督相遇 可以在祈祷中 与主相遇 可以在感恩祭中 与主相遇 可以从历史的圣徒中的见证 与基督相遇 可以在实践生活中 与主基督相遇 在家庭中 在工作的职场中 在人生患难的疑惑 病苦之中 所以我们常说 道明慧的灵修生活 有四大支柱 是祈祷与末观 是研读天主的圣言 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 是团体的生活 兄弟姐妹之爱 是宣讲与福传 是爱 爱的重面 是爱天主 爱的横面 是爱庆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省思 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是否是一趟旅程 有喜怒哀乐 我们是否完全的交托 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是谁呢 我们是否有度恩宠的生活呢 我们是否像圣经上面 所教导的 万民因为我们 而受到祝福呢 跟亚巴郎一样的 信德之父的信德呢 人爱甚于寄限 爱最小的兄弟 要彼此相爱 爱要行动 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主 要如主爱人 爱贫穷 爱病苦的人 爱可怜的人 所以在圣化家庭 跟生活当中 我们的信德 是否产生在 现实的层面 灵性的层面 和天主的关系 即我们是否是 自我操控的层面 所以当圣经常教导 你当全心 全灵 全意 爱上主 你的天主 所以我们常说 生命是万位 是单行道 而且不可逆 所以我们是否真的 珍惜每一天 每时刻 世俗常常要求 我们要求福 但是信仰当中 我们要求 真福 所以在我们的 慧主圣道明的 教导当中 要在福音中的 恩宠者 是恩宠中的 自由人 我们要信赖 天主的旨意 而不是只有 理解 天主的旨意 所以经验 天主没有捷径 一定要有 成圣的渴望 所以能够 培养 虔诚的方法 一定是要透过 灵修的祈祷 祈祷的热切 我们一定要先认识 我们自己 天主才会给予 我们不同的恩宠 让爱的行动 能够说明一切 因为发于中 必会行于外 所以本独 教宗有说过 如何成圣呢 其实世界有多少人 就有多少的方法 可以成圣 所以天主是我们来 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 我们一定要用 最大的努力 来传达耶稣的讯息 我们常常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个道路都能够 同道皆行 同伴皆行 但是你能够坚持多久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你的速度 但是有一群人的时候 你可以走得比较长远 所以在合一中 有恩宠 有使命 有派遣 结合的方式 要体贴天主的心意 我们也常说 如果不是天主的恩宠 人是找不到天主的 就像我一样 我跟我的先生结婚的时候 我是结婚16年 我才来天主教这边领洗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是跟心灵讲得很清楚 你信你的天主教 我信我的基督教 我们两个互不干涉 但是他用很智慧的方式告诉我 如果我的孩子也都领洗了 以后当我们在人生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在基督教的墓园 而我们通通都在天主教的墓园 你会很孤单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爱我的家人 我爱我的孩子 我也爱我的先生 所以我决定结婚16年之后 我才来认识天主 所以进入到天主的团体当中 我才知道我的婆婆 真的为我这个固执 然后又有主见 然后常常不听话 的这个媳妇 为我祈祷了16年 她也盼到了我 真的成为天主教的家庭 一份子 所以我婆婆的祈祷 她真的是在每一天 她拿来生活的 所以好的祈祷者 真的也需要好的聆听者 因为任何不得人和的任何聪明 都难抵大宇宙的反击 所以常常说 祈祷的行动要朝拜 要悔罪 要感恩 要祈求 要接受我们的信仰 但是不是滥用信仰 所以我们有信仰的语言 我们也需要有聪明及逻辑的语言 我们也需要有不二的语言 让我们的表象跟实质的表达 那是一致性的 所以不论我们和天主认识了多久 我们的起心 动念 破冠而行 要用神 领行 我们的人生 因为主是前面的带头的人 当我们每一天 能够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也要告诉自己 我绝对不愿意使天主的恩宠无效 所以天主的恩宠 是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在一起 只是我们想不想拿到那一个恩宠的礼物 所以我们常会告诉我自己 我常常会想 今天在哪个时刻 是我最感恩的 今天在哪个时刻 是我最难以感恩的 我记得我的先生心灵 他很喜欢爬山 他爬山了19年 但是真正我被他感动的时候 是在一年前 我想说为什么有一个人这么有毅力 能够爬山 能够坚持了19年 所以我决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去试看看他这样的嗜好 我是不是也培养我这样的一个兴趣 所以当他爬山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我跟你一起去 所以我知道在全台湾有3000公尺以上的 全台湾有206座的高山 我仅仅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就真的跟我的先生去北大五的三角点 那边是台湾的五月百月之一 他有3092公尺 所以我爱爬山的运动 是真的被我的先生所影响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 但是当我在爬山的时候 我也很难以感恩的也是 为什么要让我去爬山 因为爬山真的很累 很喘 流很多汗 然后很辛苦 然后尤其是下山的时候 当你的步伐快了一点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退退 而且那个肌肉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揉上 累积那个乳酸的话 你的肌肉是很痛的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精神 也带到我的信仰 所以我跟我先生在爬山的时候 我们一边爬山 一边念玫瑰经 一边爬山 一边念慈悲穿经 一边爬山 一边唱圣歌 所以真的感谢赞美主 我在我去年的结婚 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我真的上了 北大五的三角点 真的快哭了 可是感谢主 我真的在出发前 我跟姓林跑到万金顺母圣殿 那时候弥撒之前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就请你 汉民神父祝福了我跟姓林 这样的旅程当中 出发的时候 得到天主的祝佑 心就安下来 真的兄弟爬山 要各自努力 寻查自己的祈祷 前程就是建立关系 跟巩固关系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 其实有光荣中的教会 有旅途战斗中的教会 有练灵中的教会 所以每一天 都是天主赏赐给我们 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才智 我们能够去发现别人需要什么 我们去发现别人有什么 然后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人生的问题 有可能就会被人生的问题来面对 所以在虔诚的部分 常常要交出我们的心 接下来是我想要分享是进修 进修其实是改变自己最好的方法 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语 进修又简称进场来修理 所以人体也是一样 一定要进场做保养 当你保养的不够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做修养跟修理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 在这段时间 当我们的记忆力还好 身体状况还好 理解力还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懂得进修 那在圣勇第八篇 人的尊威当中 我很喜欢这一篇 他说 当我仰观你手指创造的穷仓 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 世人算什么 你尽对他怀念不忘 进修的目的 是了解人生的意义 我们在Google上面 网络上面的搜寻 人生的意义有6932万 9999个 所以我们要搜寻我们自己 本身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但是要记得 有宗教信仰的人生意义 一定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天主造我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造自己的肖像来造人 人是他所造的受造物 我们都是被创造而来 是为了爱与被爱 我们人生的意义 生命是需要一个神 他来疼惜我们的神 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有永远的关系 有永不改变的盟约关系 改变我们自己 和诅咒我们永远的依靠 人生的目的 事物有意义 就有价值 意义不同 价值也就不同 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会求福 五福当中就是讲长寿 富贵 权势地位 康宁 好生之德善良 及善终 但是你此生所经历出来的价值 由你自己来做定位 第二个是了解我们的宗教 在台湾的宗教派别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信仰要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意义跟盼望 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信仰 要了解这个真理 要有理性跟实践的宗教 我们要破除迷信 那第三就是 我们要为了福传 这个是以后我要分享的部分 那进修的对象 他到底是谁 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崇拜他 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 这边简称就是 旧约是借由先知 新约是借由他的儿子 所以由信仰基督的人 所组成的团体 我们来看 进修的对象 第一个是天主 是了解天主的话 就是像我们雪莉会长 在上次上个礼拜 所分享的圣经 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圣经读经 是跟天主在一起 是认识天主的启示 是更认识天主 了解天主的盟约 在旧约当中的代表 在西乃山上 有十句话 梅色的十戒 在新约当中 就是以十字架的代表 自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读经 是要让我们自己学习 效法行动 跟善度今生的生活 获得未来的永生 即信仰和道理 都根据圣经而来 所以雪莉会长 在上个礼拜讲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 所以分享的 让我很有心得 也很有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傲生 向教会来学习 服务跟接待 因为一切的生命 由天主而来 天主是自由者 是亚威 是天主上主 在教会当中 我们教会英文这边 翻译的话 他称为上主的殿语 是含有召集人民 跟邀请人 附会的意思 在希腊文当中 这是常指人民的集会 或市民的聚会 然后在新约内时候 这边是指平常的集会外 大部分都是指宗教的集团 或宗教的集会 然后也可以在新约内容当中 以教会指向全世界的教会 还有地方教会 指家庭内的教会 为举行敬礼 或讲道的集会 所以新约对教会的翻译 是来自七十贤士的译本 所以它含有集会的意思 教会这边也是指教堂 教会比照一座建筑物所构成 所以在旧约当中归于天主的 新约亦归于基督 所以是天主的教会 亦称为基督的教会 在新约之内 教会的名称很多 大部分不外乎就是讲 天主的百姓 特选的民族 旷野中的会众 蒙召为圣徒的集团 得救人的集团 跟基督的敬佩 这是针对教会里面 所做的一些翻译 那我们的人类呢 人类是因为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是天主的灵性 然后人有理性 有智慧 富有万物之美 所以我们真的 以我们当人类 天主的受造物为荣 第四是世界 天主在起初创造了世界 所以世界有它的历史性 跟宏观性 那我们进修 因为我们的教友 具备有三重的身份 我们有具备司祭 先知跟君王 我们有使命和服务的精神 司祭是天主和人中间的中宝 把人奉献 牺牲奉献给主 先知是代替天主说话 君王是服务 跟生命尊严和贵重的器皿 所以进修的方法 有分为团体来进修 即个人的进修 那个人的进修 是阅读圣经 读字面的意识 近思默想 伦理的意义 团体的进修 是分为礼仪的生活 弥撒圣祭 领圣事 读经 祈祷 成间弥撒 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 我们要参加善会组织 最好是二到三个善会 以我来说 我加入的是台湾在俗 道明会 光言会区 我以这个会区为荣 因为这个会区当初成立的意义是 主日学的老师 所成立的 希望藉由这些主日学老师和所有 万青的这些孩子们 每一个礼拜的相处 能够带领这些年轻的孩子 也能够认识 在俗 道明会 甚至加入 当我们的会士 那我还有一个身份 是基督活力 高雄分会 万金智慧的活力员 那我有加入 万金圣泳团 那也是万金介子儿童 合唱团的总务 那有在 主日学里面 做教学的服务 也有到20年 那我们也可以参加一些 灵修 比如像退审跟季末 我们在书道明会的退审的内容就非常丰富 也包括我们这个战院生 会士的培育课程 也都是经过我们会审 省会长的一些带领 跟干部里面大家集合智慧 帮我们设计一些课程 邀请一些 分享一些内容 我们还有专业的进修班 那我在99年的1月9号 到100年的12月31号 有参加高雄教区圣保路 服伏传中心的使徒 培育班两年的时间 然后主日学又在做师资的培育 所以我们一定常常要做团体的进修 那在个人读经 我知道在蒂茂德后书3章15到16节当中 他说 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凭着 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 获得得救的智慧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 所以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本书信 那我们也会分享就是 在礼拜六的时候 端午节那一天 那天刚好6月24号 是圣若翰习者的诞辰 所以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有三位是有庆生跟庆祀 那圣若翰习者若翰是其中一位 另外两位就是我们的圣母妈妈玛利亚 及耶稣 所以当在年会的时候 李神父他有在分享圣若翰习者 他是墨西亚的仆人 是新的厄里亚 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 他是6月24号的诞辰 那他的殉道日是8月29号 他是一个见证者的前驱 他说了 那比我更为有力量要在我以后来 我连俯身系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要以水来洗你们 但是耶稣要以圣神及火来洗你们 所以耶稣跟若翰他们都有相同的信仰背景 然后若翰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爸爸是杂加利亚是司机 他的妈妈是伊撒伯尔 全家都是义人 那耶稣他的母亲是玛利亚 他们两位母亲 伊撒伯尔 他应该是不可能会怀孕的 玛利亚他又是童真女 伊撒伯尔他是一个年老的人 但是在信德在耶稣内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加杯 而所预生诞生的 都有天主特别的恩宠和圣神的灵赛 所以在这边我们又可以知道及了解 在我们进修方面 我们也有看到就是有教宗的劝意 有福音的喜乐 在这个部分 我想要分享就是在这边有做一点点小小的分享 福音的喜乐 他是一本比较不是非常好读的一本书 但是他是非常值得用心去念的 我等一下再来做这部分的分享 如果有时间 在福音的喜乐有BOVEB这方面的解释 那我们在做进修的时候 有无声的书刊 有有声的书刊 有游吟有声的书刊 与教宗有约 有方济会丝高的版本 有天主教辅人 博敏神学院 有上志 文道 光启社 然后我灵赞颂主 丝高的APP 天主教教理的问答 所以在这些进修当中 我们的生活也要有智慧 及要有艺术感 那要怀着谦逊 慷慨及爱心 能够有自由的意志向善来开放 让人的理智向永恒来开放 这是圣多玛师的名言 所以在书籍方面 我们也会看到有和好生事 有圣体圣事 有天主慈悲 这都是七个秘密的三本书 它的封面都有讲到 就是智慧 包罗 一切美善 我也会看标杆人生 它会教我们探讨 我究竟为谁而活 那也可以在经修 就是主日读经的反省 和主日的福音 有假年 有乙年 有禀年 在我们在书道明会当中 我们最要了解的就是 我们的会主圣道明 及我们的慧母加大利纳 所以爱德跟正义是需要做平衡 我们常说 人生最高度有三个 论爱情 要爱上天主 这也是最大的爱情 论探险 要寻找天主 论成就 最傲人的成就 就是获得天主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我们常常会让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要求 就是能够与天主相遇 能够与基督建立友谊 能够与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团体 能够有使徒的责任 所以真正的前程跟进修 是我们内在的圣招 而真正的福传是往外的圣招 那在圣经研读方面 我们可以研读圣经的故事或经句的方法 在民国92年的时候 我就有加入卢怀信神父的万经的周二的读经班 然后到101年 是徐清贤神父在万经的周二读经班 是106年 然后有李汉明神父在万经的周二读经班 所以从92年到目前的112年 我大概有20年的时间在读经班里面 有时间的话就会去参与 当我们之前的前任指导神师 巴露神父 然后告诉我们说他要来万经的时候 他也要在周二的读经班 所以那时候他有问我 我们读经班的方式是怎么在进行 当然神师主动在问我 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知道的 然后告诉给神父 所以神父在问说我们读经班 已经读到哪个部分 我就说李汉明神父在带我们的时候 是已经所有的书信读完了 末世录也读完了 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创世纪 然后到第37章 所以神父你可以从38章开始 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从哪个章节开始 巴露神父他也在问说 那你们有会前导跟会后导吗 我说当然有啊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定有啊 他说你们的会前会后导是什么内容 我就开始念出来 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 保持纯洁的良心 好使那些诬告你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性的人 在他们毁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 所以当巴露神父听到我这样念的时候 说好春梅以后读经班 你就来带念导词 我说神父绝对不可以 因为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来参加读经班 我有点忙 然后他说没关系啊 那你来的时候就你来带 我说神父不可以 这个是团体的禁修 所以团体来念 团体的力量更大 所以我看到的是 那时候巴露神父把他的圣经打开的时候 我发觉那一天 他真的已经准备好读经班的内容 他说创世纪最高峰 前面是讲 亚巴朗 信德之父 但是接下来你们要念的这个是叫做若瑟 爱做梦的若瑟 我可以讲的非常的精彩 我们当我们期待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他五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二 他就要开始读经班 可是真的人算不如天主来算 4月28号他就离我们而去 所以真的没有听到他的读经班 我们万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 没有办法接触到神父这部分 非常有系统而且 很有爱心 他都做好了准备 但是有可能天主有给他更大的任务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完全接受 那我看到一个牧者让我感动的是 没有读经班 他随即去亡者的地方 当他去赤山亡者祈祷的时候 他看到亡者的照片 他马上脱口而出 他在一个两个礼拜以前才来赤山道理厅 参加我的弥撒 他就被天主召叫了 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牧者 那个关怀教友的那个心 心肠 其实我当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随即要回去 他的 他的 会员 然后还要继续他心目者的一些工作 然后但是我们万经 我们光研会区的会长美玲老师 他是负责我们这次暑期信仰生活营 历年来都是他在带领学亲 在或者对付这个部分 所以他就说跟神父约好了 要讨论里面的内容 所以神父也跟他约了隔天早上的时间 所以在圣经研读方面 我们可以开始接触到金句 我们可以上下文内的金句 我们可以研读这些金句 然后金句的文学架构 骨干和形成 然后在史学时代内的金句 然后结果的确认 然后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事件描述的神学的介绍 然后给我们现代的讯号 及实践的方法 所以读经不只是认识知识 更是要做生活上面的实践 所以教宗托文 推文在2018年的10月27号 他有说 未来的创造需要借助你的双手 你的心 你的爱 你的热情和你的梦想 也需要借助联合他人的力量 所以在这边 真的让我们可以常常省思 我们都是属于在属道明会的会士 如果我们在进修的部分 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会主圣道明 我们真的不可以说我们是在属道明会的会士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会主圣道明的出生地 他修道成圣 跟他家庭母亲受到深刻的影响 他在法国成立了第一个女的影修院 他传教地区的芬芳的足迹 他在西班牙传递信仰的讯息 他末观所得 与人分享 他告诉所有道明会士 要与天主说话 和人谈论天主 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读经跟世经尤其是讲道 只有主教才可以 但是在十三世纪 道明我会宣道会 就是圣道明成立 所以可以做这部分的宣道 所以我们常说 在少子化的环境 跟世俗的影响中 在前面我有提到 年轻人的种子培训营 是迫不及待的首要工作 在天主的召唤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所以天主真的邀请我们 与他建立更深的友谊跟情感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哪里 如果能够在信仰上 能够带给他们更新 与重生恩赐的感动 当这个宝贵的信仰 在每一位长者身上传承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 是否能够更坚定 更强化 我们是否真的 常常能加深 关心他们的宣告 跟活出信仰的承诺和行动 能够付出时间呢 我很开心的是 我们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进修的部分 青年种子生活营 到青年种子培训营 第一届一直到第七届 今年即将有第八届 所有的设计课程跟活动 在我们忍辱前审会长 郑朱简 美宁老师 跟我们现任的秀英审会长 副审会长们及所有的干部 更重要的是中华道明会 所有的神父们 他们全力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部分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能够看见进修 也能够看到自己的罪 能够看见天主的大能 能够看见主的丰富 我这边要分享一篇就是 在辅仁大学出版社 讲到的五丙二语 我觉得非常丰富 五丙二语的第一块饼 是生活在目前的一刻 沿着每天生活的小径行走 你就会发现上主与主相遇 基本的特质 不是事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所以要把握现世 生活在目前的每一刻 第二块饼是明辩天主 与天主的工作 耶稣要求我们 要下很高的目标 他要求我们要超越 肤浅和恐惧 要认出自己的新生命 要做主的传道者和见证人 第三块饼是信赖与祈祷 在祈祷的寂寞中 如何聆听耶稣的回答 你们来看看吧 所以在福音当中 有很多短而简单的导文 他们没有久了 赞美天主 天父原谅他们吧 托付在你的手中了 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和一 上主 求你垂怜 当你来到你的王国时 请你纪念我 所以在祈祷和 倾听圣言当中 与耶稣交谈 在告解中体验 修和的喜乐 在感恩祭中 接受耶稣基督的 圣体圣血 在祈祷的典范 就是天主经 因为主的生命 就是一首导文 许多的短诵 让我们处于 祈祷的氛围当中 而不离开 现实的任务 能够帮助我们 去圣化一切的事物 五饼二鱼的第四块饼 是圣体 是我唯一的力量 在祭台旁边 才可以看到 教会的和谐和合一 共同使命的奥秘 能发觉到 皆是子民和弟兄姐妹 在圣体圣事中 耶稣真的与我们同在 在生活的不确定感中 烦恼的时候 请向正走向 厄马屋村庄当中 路上的门徒 来学习 依靠耶稣 让主成为我们的力量 依靠和永恒的希望 第五块饼是 基督圣训的总会 是合一的爱 因为我们都被招教 去做基督福音的 见证人 去更新 去实践 彼此相爱的圣训 这边的鱼 有分为 第一条鱼是 无垫 圣母玛利亚 我的最爱 玛利亚的生命 完全奉献给耶稣 他的使命是 参与他救赎的事业 他所有的光荣 皆来自于天主 第二条鱼是 跟随耶稣 所以 耶稣给我们的讯息是 他邀请我们 让我们向我们的同伴 大声疾呼 人是天主所钟爱的 天主爱护每一个人 天主爱护我们 我们一天24小时 又24小时的彻底的 归向耶稣 所以24小时的星辰 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之路 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 和祈祷者同样的结论 我们选择了耶稣 要确定耶稣的生命 在这边我要做一个故事的分享 跟随真理 爱不是华丽的誓言 而是真诚的行动 有一个老教授 他一生都在收藏古董 他有三个孩子 常年在外 退休之后 他一个人居住在大的房子里面 有一个毕业的学生 每天都会抽空陪伴他 老教授有三个孩子 常常透过冷冰冰的话语 丁宁父亲 小心 你不要被你的学生骗哦 小心不要被他骗去 你所有的财产哦 老教授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 到十年之后 这个老教授过世的时候 在宣读遗嘱的那一天 三个孩子特地从国外回来 听完了都愤怒地大喊 爸爸怎么可以这样 老教授把大半辈子古董的全留给那位学生 并拿出了一封信给三个孩子 由律师来朗读 他说 在我寂寞的晚年 只有这个善良的学生 经常来陪伴我 照顾我 我生病了 他带我去医院 我有事情要办 他帮我跑腿 你们尽管爱我 但是都是透过冷冰冰的电话 来关心我 除此之外 你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行动 就算我的学生的关心都是假的 他可能会看上我的古董才接近我 但是他能够十年这样陪我 照顾我 连一句的怨言都没有 这是你们没有做到的 三个孩子顿时哑口无言 所以我们常说 天主给予我们的爱 爱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最后 我想要分享的是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是比你聪明的人 还比你努力 世界上更可怕的事情 是出身比你好的人 比你聪明 而且还比你还努力 世界上最最可怕的事情 是出身比你好的人 比你聪明 努力 还比你有远见 所以在今天 在此时 在此刻 只为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位会士 我们共同来 深化并活出 我们的信仰 我们来计划 慷慨 付出 并在前面 做榜样 我们来渴慕 并经历 自我的改进 因为透过实践 这些决定 并操练这些纪律 相信有一天 我们都会看到 好好的活着一天 所产生立上加厉的结果 这个是复利的效果 这个是复利的效果 前程 一首诗叫做 新路 我们都走在相同的山路 却踏上 每一位会士 带领我们在书 道明会的团体 能够祝福我们所有 陪伴我们的牧者 我们共同在组内 我们一起成长 与天主交谈 与人谈论天主 以上报告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村美老师 准备了很多 有关于前程跟进修的内容 还有很多的分享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探讨这个研读跟进修 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勉励 以他的生活方式 他从2009年吗 2009年开始 一直有读经的习惯 一直有主日写的服务 一直把他的生活奉献在 这个教会里面 从一个原来不是我们天主教的 的信友到最后 你看他在灵修方面 真的是不断不断的提升自己 刚刚他也有讲了很多很多 好多书 有很多书我都还没有去读到 人家他都读完了 这个是真的是很 应该说很前程 很进修的生活分享 真的是很棒 那我们现在是开放 对于村美老师 这一个前程进修课程 你有想要分享你的感想吗 或者是你要做回馈的 我们开放时间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吗 潘沈我可以先点名你吗 OK 感谢沈会长 陈修音姐妹 你好棒哦 设计的这个课程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真的非常谢谢你 刚刚刚听陈美老师所分享的 签程跟进修 哇内容太丰富了 真的真的时间就快到了 快九点了吗 然后 我是想说 一个真正前程 就是在哥罗生书 有第三章十七节那边有谈到 你们无论做什么 在源于行为上 都因主耶稣的名而做 实践耶稣的心诫命 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并且爱人如爱自己 这个就是真正的签程 然后 谈到进修的部分 我简单的谈谈 讲到我自己的进修部分 那个刚刚春美有讲说 签程是进修的结果 而进修是为传教而来做准备的 那我个人的进修 我是常常参加 毕竟 还有 教会所举办的元席 读经班 神父的正道 明沙中的正道 然后参加 那个 我们在俗 道明慧的这个线上培训 战院会式线上培训 这个课程也是非常的好 讲师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 还有那个 因为我 我觉得 研读圣经是 最好进修的方法 因为研读圣经最简单 最明了 最好 最方便 最省钱 又最实际的进修 就是研读圣经 没有时间的束缚 不必花钱 不必出门 直接听天主的话语 不会有任何差错的言词 那么以前 我跟那个 那个 孙美老师 一样西班牙神父 那个 那个谁啊 卢神父在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 在研读 然后 虽然 外国神父 他们的语言 没有那么顺畅 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 在 在读 感谢天主 就是派遣的道明会 我们在那个 道明会的神父 接奔堂 我们是更有福气 然后在那个 徐神父 跟你神父 他们 徐神父来接的时候 哇 那更清楚 我觉得研读圣经 我最高兴 最更有福气 这几十年来 我 研读 的方法 我研读的结果 那个 进修 就是改变了我的坏脾气 而且改变了我之前 对 某某神父 兄你们的 不满 改变了我 能去宽恕 对我不友善的人 等等 而且得到 天主的爱 跟那个 很大的 烟虫 比如说 六年前 我先生脊椎压到神经 痛到不能走路 医生讲 讲好了 四十万要开刀 我们准备好 用轮椅推进去 想不到 医生问 背有没有比较好 然后 然后 那个 奇迹来了 我先生 竟然会慢慢站起来 走一两步 医生说 不用开刀了 恭喜你 你吃什么药怎么 那么有效 我甚至说 没有吃什么药 我太太 叫我 每天 三点 慈悲时刻 那个时候 叫我跟她 念慈悲串经 每天念 念到二十天 因为医生说 开二十天的药 吃完才要去 看有没有比较好 如果没有好的话 就要开刀 结果吃一包 就整个人 快要挂了血压 血糖 标到四百 血压也是两百多 心跳一百多 哇 非常差点就没命 还好 马上停掉 然后你看天子 给我的恩典 给我的爱 那么好 就不用开刀啊 就不用开刀到现在 这是好好的 每天早上还会帮我买菜 还会骑摩托车 还会到处逛逛 今年八十四岁了 你看多好 所以说 我可以跟天主亲密的交谈 我只要听一句被感动的天主的话语 我都会常常 我都会常常 还省 常常用 神父讲的话去生活中去实践 比如说 那个《若望福音》 第五章十七节 《若望福音》 你们住在我内 我的话也必存在你们内 如此你们想求什么求吧 必然会成就你们 哇 你看 真的 天主如果有住在我们内 可是他的话也要存在我们的心里 天主的教导 就是在神父讲道的时候 研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会常常 有感动的一两句话 我就会给他记下来 然后自己还行 在生活中实践 然后就是为了要原读圣经 十二年前 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很多书 很多书 我就约了好几位妇女会员 去上万能国中补校 哇 毕业的时候 第一 叫我上台致辞 我第一句话 我就很勇敢的讲出来说 感谢创造宇宙万物的上主 赏赐我这么宝贵的生命 我今天才能站在这个台上讲话 哇 那个 在校生 他们 拍手拍的 好几分钟 这真的很感动 时间的关系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陈修恩 神会 非常感谢我们潘神会事 他在灵修进修方面 还有在前程读经方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 应该说很用心的在 在过会事的生活 真的是很感动 所以每次我听到他的分享 我也都很感动 尤其在 有时候巴路神父也喜欢点名他 他就是能够 不慌不忙就把 他的生活分享出来 应该是说 圣神在他内 所以他不害怕 感谢赞美主 谢谢潘神会事的分享 谢谢你 我们再征求一位分享好吗 怡君可以吗 怡君会长可以吗 怡君会长可以吗 今天的主题是前程跟静修 刚刚其实春美已经真的讲了很多 也讲得很棒 但是真的 天主真的是无限的 除了前面两位姐妹所分享的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 特别是我们道明会的会事 应该很清楚 其实我们的加大利娜 还有圣道明 都跟我们的圣母妈妈 真的非常的贴近 非常的好 所以 那个圣道明也是 透过念玫瑰经 打败那个异端 所以以前的很多 很多以前的人 是没有读什么书的 因为他们刚刚都分享的是 就是读很多书 读很多书真的很好 但是当我不是 很会读书的人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 虔诚的静修 那个最简单的就是 扒着圣母妈妈的脚 然后念玫瑰经 那刚刚潘神姐妹也有讲 那个慈悲串经 所以我不是每天三点 下午三点 就是我已经持续 应该是几年有了 就是一直三点钟 下午三点钟 念慈悲串经 那也因为念慈悲串经 带领了 现在在群主上 带领了一群兄弟姐妹 那一起每天 都有三次的线上指导 那还有就是念玫瑰经 这些都是圣母妈妈教给我们 然后不需要 不需要很多的学问 但是这是最简单 也最容易 而且是最快 最快可以达到那个成果 因为我们把我们念玫瑰经 念慈悲串经 献给圣母妈妈 圣母妈妈会把这些玫瑰经 把这些恩宠 把这些善公 带到天主的脚前 然后为我们带到 所以其实念玫瑰经 跟那个慈悲串经 还有一个就是朝拜圣体 我刚刚讲的这三个 都是不需要有什么样 很大学问的人都可以做 每个人都可以做 而且也是圣母在2017年 那个法定马 圣母显现以后 就是不断的不断的 苦苦的哀求世人 用玫瑰经 念玫瑰经 他说念玫瑰经 可以打败这个世界 念玫瑰经可以 就是帮助这个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只有 只有读经 还未必可以打败这个世界 但是念玫瑰经 却可以用玫瑰经 这个你看不到的那个力量 然后可以绑绑住魔鬼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宠 那因为很多人 我想很多人都会念玫瑰经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我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要 一直很想要给大家建议的 我觉得我们的道明会 真的很重要 我们要念玫瑰经 那念玫瑰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常常在公众的场合 我们的念玫瑰经 我们几乎都是念一端 这真的是很可惜 圣母妈妈有曾经跟那个 圣道明还有圣加达丽娜说 这个修会是由我来照顾 我会照顾这个修会 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 跟圣母妈妈是非常亲近的 那如果一个人一天不念玫瑰经 只念那一端 真的对我们来讲 真的太少了 一个爱圣母 一个爱耶稣的人 真的太少了 那我想光念玫瑰经 你会有伴随着很多奇迹 光只有念慈悲串经 就有刚刚盘姐妹讲的 这么大的奇迹 那念玫瑰经 有更多的奇迹 所以如果你们信 就会有很多的奇迹 伴随着你们 我的分享在这边 谢谢 好 感谢宜君会长 给我们的分享跟勉励 我在这里 因为宜君会长之前就有说过 为什么我们只念一端的玫瑰经 其实我们在 我们道明会是 念玫瑰经是本来 每个人每天都要练 我们是你在有空的时候 你就要练 看你的时间是在哪里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线上共融 我们线上的时间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课程 所以说并不是说你一天就只有练 这一端 你其他的时间 你还是要练一整串的玫瑰经 做玫瑰经祈祷 是这样子 我在这里先呈现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 非常感谢春梅老师 还有潘审会师 宜君会长 给我们做的分享 那我们在今天课程 最后我们来念圣母经 作为今天的结束 来我们先化圣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我们就一起念圣母经 万福玛利亚 充满圣宠 主一名同在 你在同受赞颂 你的听词耶稣 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 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 祈求天主阿们 祈求天主阿们 花生啊 因父及子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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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阿们 好感谢所有 线上会的参与 祝大家晚安 平安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天 这个时间递的上线 下礼拜也是我们 薛老师的课程 爱的荆轲一律 请大家一起来 担待这些爱的课程 谢谢大家 好安 好安 谢谢大家 momentos 怎么样 谁 każ 我觉得 怎么 来 来